柯皮爸媽一早南下彰化 陪同武黨籍前立委黃文玲 登記參選下一屆的彰化現場 柯爸 柯媽沒有陪兒子 就是要力挺黃文玲 柯文哲是早就有 我有說我們要自責黃文玲 早就我就有說 柯媽儘管跌倒的腳傷還沒好 但還是堅持南下站台 被問到怎麼沒有陪兒子 柯媽笑說兒子不要我啦 談到柯文哲每天搭公車 還被粉絲跟著 柯媽很擔心 好啦 她平衣服也是有一個水服在的 那她覺得她坐公車 後面還沒想到嗎 後面還沒坐公車 要坐公車 面對其他候選人來勢洶洶 現任彰化現場魏明股 前一天就先去登記拼連任 國民黨參選人王惠美 則選跟黃文玲同一天 黃惠美 夠勝 黃惠美 夠勝 彰化百里侯三強爭霸 魏明股有執政優勢 王惠美則有黨團全力支持 武黨籍的黃文玲就請來了 人氣柯媽祝一臂之力 搶下不少美光燈 記得陳身為李若真彰化採訪報導